哈喽大家好,我是刘欣宇 我是王世月 粉丝盟非常关心大刘的手伤怎么样了 已经好多了,可以看到已经消肿了 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休养才可以回处训练呢 是的,医生建议两到三个月 我们都看到月月之前出过一个化妆调成的视频 那平时比赛的时候运动员是需要自己化妆吗 是的,包括化妆,包括造型,然后包括颜色搭配都是我们自己 所以大刘也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化妆是吧 没有,我的化妆都是月儿化的 我就是自己抓头发 很多讽刺朋友们看了视频之后都特别想知道 大刘最喜欢吃什么味道面面,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海鲜口味 就是我们常年在国外训练比赛的运动员们 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吃口面 家的味道 休息期结束之后是计划去蒙特利尔训练吗 还是短暂在国内训练呢 目前计划是回蒙特利尔 两位平时听歌会喜欢哪些风格呢 分心情 都有 大家都知道月儿就快过生日了 对自己的生日有什么期待吗 开心最好 有没有计划比如说是办一个生日party 或者是跟家人一块去过一个比较温馨的生日呢 还没有计划 但是就希望能和朋友或者家人聚在一起吧 那未来会不会有举办冰演的计划呢 如果我们能强到那种程度的话可以的 很期待 是粉丝同盟都非常期待的 那下一阶段会延续现有的风格 还是会想尝试不同风格的作品呢 想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 对 对冰舞选手来说 平时的力量训练 男女生针对性是不一样的 那一般男生会对哪个部分的力量要求高一些呢 男生的力量是全身的吧 都有吧 对 臀腿是负责在冰上启动带速度 然后核心是为了托举稳定 然后上肢是为了能托举月儿 那女选手的话 一般要注意哪些力量的练习呢 其实一样的 花上滑冰是非常全面的运动 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是需要加强的 我们粉丝朋友看到了两位平时训练的一些视频 想问问月月和大柳 你们硬拉的攻击数是多少 硬拉 这个我们不是练太多 然后去年体测的时候 我差不多在170 180左右 我差不多70左右 粉丝朋友们都看过了大柳的时装走秀视频 那两位私下里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穿衣风格呢 休闲一些吧 然后不要街头风 都是休闲一点 好 那在这里的粉丝方面也 祝愿两位都能够好好休息 然后以饱满的精力准备下一阶段比赛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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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